许青芝这次来是带着他家儿子直接杀了过来 真是太漂亮了 小月亮 看 这是你未来老公 看 小月亮多喜欢我们家李霄 这是在说喜欢他呢 博景川 你干什么 许青芝连忙上前 从博景川手里抢了过来 心有余悸 再敢靠近我女儿 下次直接从窗户扔出去 哇 丧心病狂 凡星 你看他 谁让他躺在我女儿床上的 女儿的床除了我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 宝宝 你不要放弃哦 男人不能因为一些小挫折就退缩 为了自己的幸福 妈妈希望你坚强 博景川心想 这个烦人的女人 房间门被人推开 娄若伊走了进来 外面的宾客都到齐了 来 抱着宝宝 出去看看 结果走到门口 楼若伊却拉住了沈繁星 模样有些欲言又止 怎么了妈 那什么 老爷子他也来了 我觉得吧 在这种场合下 如果他想要抱抱孩子们 妈 我懂 抱歉 烦星 我是有点没出息 见不得 看着 也怪可怜的 事情都过去了 不管怎样 他是宝宝们的太爷爷 我现在 我现在顾得很好 我现在顾得很好 只要宝宝们好好的 我的心没有多余的位置 去存放那些不好的回忆 放心吧 这种场合 给他面子 也是给我自己一份体面 那 还是委屈你了 我多少知道一点 当年老爷子 对你也谈不上友好 不然你也不会拐了 他儿子跑了这么多年 你现在 还不是对他心有不忍吗 我这不是没出息吗 别人能做过分的事情 但我身上 偏偏就是做不到 以牙还牙 可恨的时候 是真可恨 可怜的时候 也是真可怜 反正我这么多年 也就这么过来了 哎 也就这样了 那我也是啊 他再怎么过分 看我不顺眼 我总归是要活得比他长的 就全能让着他了 那 你跟景川打声招呼 让他别乱来